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今天我们用超简单的方法来做绿豆糕 不用非常辛苦的去炒绿豆了 做出来的成品也是非常的细腻柔软,奶香味十足 还可以用古书粉来进行调色,做成各种款式哦 首先我们就要从选绿豆,泡绿豆开始 脱皮绿豆提前一天浸泡至两倍大 如果是在夏天的话,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进行浸泡 选择绿豆呢,一定要选新鲜的绿豆 不要选那种成年老绿豆,非常的难泡开 品质好的绿豆,泡好之后用手轻轻捏它就碎了 那种成年老绿豆你怎么泡它都是硬的 很多小伙伴说我做的绿豆糕有一股豆腥味 这个呢就是你的绿豆没有洗干净 泡好的绿豆一定要多洗几次再上锅针 在蒸绿豆糕的时候,我们把要制作绿豆糕的材料提前撑浪一下 配方里的水仪可以改成麦芽糖 但是麦芽糖做出来的绿豆糕可能颜色会稍微有一点深 绿豆蒸至软烂之后,直接倒入碗里 黄油呢不需要软化,直接放进来就可以了 用绿豆的热度就可以把黄油给融化掉了 稍微搅拌一下,让材料混合均匀 有这种料理机的话,可以放入这种料理机 这种料理机呢,做出来的绿豆糕就会有一点颗腻感 如果用破壁机的话,做出来的绿豆糕就是非常细腻顺滑的那种 现在这个绿豆糕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稀,这个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我们这样子做出来的绿豆糕可以节约很多劳动力 稍微翻炒几分钟 绿豆糕就可以成品出锅了 是不是整个绿豆糕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翻炒的过程呢,一定要用中小火 锅呢,一定要用不粘锅 炒的过程呢,一定要随时从底部翻上去 防止糊底 绿豆糕一定不要炒得太干 炒至这种边缘有一点锯齿状了就可以了 担心不会看状态的话 炒湿一点没关系,可以回锅再炒 但是如果你炒干了,做出来的绿豆糕就会表皮非常的偏干 再回锅的话,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做好的绿豆糕,贴面保存,等待冷却 原味的绿豆糕到这里就制作好了 大家只要压磨啊,打包啊,送人或者自己吃都是可以的 下面就来进行调色 这里我用的是草莓粉、瓷薯粉、抹茶粉 提前用淡奶油给它们搅拌了一下 这样可以防止粉类切颗粒 调色的过程呢,非常的简单 只要分出一部分绿豆糕,加上这些果蔬粉 一起揉均匀就可以了 大家觉得颜色不够深或者是达不到你想要的 可以随时加一点果蔬粉继续揉 模具的话用的就是普通的月饼模具 这里我每一个称重都是30克一个 模具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花片 这个是比较随意的啊 压磨呢是没有什么太大技巧的 只要直直的往下压就可以了 看到这里你学会了吗 我是千千,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至于半年 下期视频